这期继续分享深圳第36篇,没想到小文还是不答应,公司的规定没说不是正式上班时间就可以让闲任进去。 郭敏见前台小姐不让进,就对阿华说,阿华,既然是这样,那我就不进去了,反正也没什么事。 阿华是个爱面子的人,他觉得要是他不能把郭敏带进公司里去,以后在郭敏一家人的面前就没有脸面。 那么,他所承诺的帮助郭敏认回女儿的事就是一句空话。 郭怡,你先等一下。 阿华对郭敏说完,回过头对小文说道,小文,杨总昨天早上去上海了,前天晚上我和他还去参加了他妹妹的婚礼。 我跟杨总是什么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这点小事你就不要为难我了好吗? 小文摇摇头,阿华,杨总的性格你又不是不清楚,他最讨厌在公司里讲人情关系。 你是他的表姐,这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也清楚,杨总从来没有因为你是他表姐就特别关照过你。 相反的,倒是他特意跟我们说过,正因为你是他表姐,他更要以身作则,绝不能带头以权谋私,对自己人提供特殊照顾。 这时正是公司上班时间,很多公司职员经过前台,大家都停下脚步围观阿华和小文的争论。 一时间,公司门口和就聚集了很多人。 越是在这种情况下,阿华越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她带着老板的母亲来公司,却被一个小小的前台小姐拦住,这让她以后在大家面前怎么抬得起头来。 为了自己的脸面,阿华豁出去了,大声对小文说道, 小文,你不要给脸不要脸,你不给我面子也就算了了,你知道她是谁吗? 你不让她进去,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小文被阿华吓了一跳,抬头看向戴着口罩的郭敏。 不怎么追星的她,加上郭敏虽然是个大明星,毕竟年纪大了,属于她的时代已经过去, 人们很难在她戴着口罩的情况下认出她来。 把目光投向郭敏的,不光是前台小姐小文,围观的人们都盯着郭敏看。 很多人都觉得她很面熟,如果摘下口罩,肯定能认识。 还有就是,越是戴着口罩的人,越给人一种神秘感。 于是,人们都期待着阿华当众宣布,这个神秘的女人到底是谁。 郭敏原本是抱着好奇心来看看女儿的公司,没想到会惹出麻烦来。 见阿华为了争斗,要把她抖出来,她心里就有点慌乱了。 本来自己跟阿梅的关系就不好,现在又来她的公司里惹麻烦,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于是,她扯了扯阿华的衣襟,阿华,不能进去就算了,干嘛非得要这样? 阿华正在气头上,哪里听得尽郭敏的劝阻,她甩开郭敏,扯住她衣襟的手。 抬手指着小文的鼻子,立声说道,我告诉你,她是杨总的妈妈,她都不能进去,谁能进去? 杨总的妈妈?你是说,她是郭敏。 小文惊恶道。看着小文那吃惊的样子,阿华得意起来。 她觉得,只要让小文知道要进入公司去的人是杨总的母亲,又是大名鼎鼎的明星郭敏。 小文就会败下阵来,乖乖地让她在众目睽睽当中带着郭敏进入公司,然后带领郭敏参观公司的每个部门, 指手画脚地在同事们面前给郭敏介绍一番公司的情况,找回平日里失去的尊严。 怎么?你傻了吧?这回可以进去了吧?你的公司制度还管用吗? 阿华冷笑着问小文,那一刻她觉得特有面子。 阿华没想到小文却不以为然,并没有显露出她期待的那种惊慌失措, 也没有接她的话查,而是低头整理自己面前的文件。 身边的同事们也没有出现她想象中的那种惊奇,而是一个个走散开了,向公司里走去。 阿华觉得不对劲,转身看向自己的身后,郭敏已经不见了踪影。 那一刻,阿华又气恼起来,感觉自己被扇了两个耳光,脸上火辣辣的,巴布地找个地洞钻下去。 而小文已经坐了下来,完全当她不存在,整个公司前台,就阿华一个人木然地站在那里。 她人走了,改天我再带她过来,看你让不让她进去。 阿华丢给小文一句话,气冲冲地走进公司,坐在自己的办公位置上生气。 心情稍微平静之后,阿华才猛然想起自己还没打卡呢。 她用手拍了一下脑门,一看时间,已经过了上班时间好几分钟了。 该死,阿华只好又走到公司门口,在小文的注视下拿走了自己的公卡,又去找人事部经理签卡去了。 此时,人事部里的几个同事正在议论刚才阿华胡家胡威的事,说郭敏还是比较聪明,在关键的时候悄悄溜走了,要不然肯定会惹来一些麻烦。 见阿华来了,大家闭口不说话。 阿华走过人事部的大办公室,敲响了经理的小办公室,人事部经理一声,请进,阿华便走了进去。 人事部经理正坐在办公位置上,见阿华又拿着公卡进来,扶了一下眼镜,怎么了? 阿华,你又要签卡。 阿华觉得很难为情,早上就求人家一次失败了,现在又来找人家。 不过这次他比较有底气,因为这次不同早上,他并没有迟到,只是因为和小文争执,才导致忘记了打卡。 这种情况应该不算迟到,人事部经理应该是要给他签卡的。 王经理,麻烦你帮我签一下卡,我刚才忘了打卡了。 你怎么老是这样?你以为,签卡是随便就可以签的吗? 签多了,杨总看到了要问原因的,时间久了,有些签卡我根本想不起来是怎么回事。 到时候,杨总骂的是我,不是你们。 阿华捏如道,我确实没有迟到,因为,因为和前台的小文争论了几句,所以就忘了打卡。 这是我知道,我当时还在旁边看着呢。 我们每天进入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卡,你也不是新人了,干嘛会忘记打卡呢?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我不是只顾着跟小文说话了吗? 杨总的妈妈来到公司,她却不让人家进来。 这时,阿华的手机响了,她掏出来一看,是郭敏打来的。 喂,郭怡,你怎么突然走了? 阿华,不好意思,谢谢你的好意,在那种情况下,我觉得我还是不能进去。 本来我跟阿梅的关系就不好,要是再利用我是她妈妈的身份进入公司,她知道了,肯定会不高兴的,你刚才不应该把我的真实身份说出来的。 那么多人,我现在又是大家的对象。 这不能怪我,是那个小文不知好歹,拿着鸡毛当令箭,她以为自己是谁啊?什么前台小姐?不就是个女保安吗? 王经理听阿华这么说,摇了摇头,继续做自己手头上的事情。 阿华和郭敏打完了电话,把手机往裤兜里一揣,皮笑肉不笑地对王经理说道, 王经理,帮个忙签一下吧,我这个真的不能算迟到,有那么多同事可以证明的,再说你也看到了,是不是? 王经理抬起头,又扶了一下眼镜,阿华,这卡我是真的不能签。 原本你和小文在公司前台吵架,引起那么多人围观,这事就已经违法公司规定了,你还要我给你签卡,说得过去吗? 阿华急了,可是我确实没有迟到啊。 只是忘了打卡而已,以前这种情况不是都可以签卡的吗? 阿华,平日里谁要是忘了打卡,只要能证明他没有迟到和矿工,我确实给他们签过卡,这也是符合公司规定的。 但是,你今天这个是有点特殊,我是不敢签这个卡的。 你等杨总回来吧,他要是让我给你签,我就签。 阿华见王经理坚决不签,拿着卡转身走了,嘴里嘟囔着,不签就不签嘛。 大不了五十块钱没了,反正全金奖也没有了。 阿华在人事部那几个人的眼皮底下气呼呼地走了出去,拿着卡回到公司门口,在小文的注视下把卡插入卡机,哒的一声把卡打了,一个红色的时间便打印在了他的公卡上。 与此同时,阿梅在上海走出了录音棚,面带喜色。 从昨天到今天,他一共录了四首歌,比一般的新人要顺利得多,录音的效果也比较好。 这一次的任务算是完成了,阿梅和唐丽娟正要离开录音棚。 当他们来到大门口,阿梅的经纪人开着车来到了录音棚大院里。 见到阿梅后,经纪人主动走过来,问道,杨梅,怎么样,录完了吗? 录完了,挺顺利的。 阿梅笑道,你这张专辑已经录了五首歌,将近一半了。 但是,但是什么? 阿梅问道,经纪人沉吟了一下,杨梅,今天上午,公司老总找我聊了一下,你的这张专辑要压后一段时间发行。 为什么呀? 阿梅问道,经纪人说道,是这样的,公司打造一个新人很不容易,前妻付出了很多,这个你是知道的。 既然付出了,就要有回报是吧?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阿梅说道,是这样的,最近媒体在大肆报道郭敏的事,公司考虑到这个时候发行你的专辑可能会有风险。 怎么会呢? 你想想,郭敏在你姐姐的婚礼上。 那是我妹妹。 不好意思,外界都说是你姐姐,因为她先结婚吗? 当然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是郭敏的女儿,她现在正在风口浪尖上,这个时候发行你的专辑,怕愿迷们抵触。 抵触? 怎么会呢?经纪人正要说话,唐丽娟插话道,现在有些艺人不是利用绯闻炒作吗?这应该是好事啊。 经纪人说,这个你们就不懂了吧,利用绯闻炒作,要看是什么绯闻,不是所有的绯闻都有价值,如果绯闻太恶劣,不但炒作不起来,还会把一个艺人给毁了。 经纪人接着说道,郭敏是你妈妈,这是好事,如果她是正常情况下生的你们,比如说,那个时候她已经正常结婚了,只是为了事业暂时把你们藏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你的发展就会有好处的,你可能就借着她的光环,再加上你的努力,这样你就成功了。 可事实不是这样,你们是她未婚先育的孩子,相当于私生女,她现在正在被口诛笔伐,老百姓对这种事情本来就很唾弃,你在这个时候出专辑,风险很大啊。 阿梅沉默着不说话,唐丽娟说道,那这已经是事实了,没法改变的,怎么办呢?过了这段时间再说吧。 郭敏经过这事,估计以后在演艺圈里也很难混下去了。 等这段风波过去了,人们忘了这事,甚至忘了郭敏,杨梅才能有出头之日。 那得等多久啊?唐丽娟问,几个月吧,最起码几个月。 随后,经纪人笑着安慰阿梅,放心,只是时间的问题,你的能力我们是肯定的。 再说了,你不是还有个服装公司吗?饿不了你。 阿梅淡淡地一笑,没事,压后就压后吗?我能等。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杨梅,希望你能理解。 再说了,慢工出戏活吗?咱们放下杂念,好好把歌曲录制好。 说不定这种后机勃发的方式对你还有好处呢? 告别了经纪人,阿梅和唐丽娟就立即打车去往机场。 一路上,唐丽娟发现,阿梅的脸色很不好看,她的心里肯定又在责怪郭敏,觉得郭敏成了她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阿梅虽然这么想,但也不好抱怨,因为郭敏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可以说是她促成的。 原本郭敏并没有打算在阿冰的婚礼上当众认她们姐妹俩,只是当时的情况让她左右为难。 阿梅又刚好在那个时候火上浇油,郭敏才不得不当众承认自己是她们的亲生母亲。 所以说,造成这样的后果,不能完全怪郭敏,这点简单的道理,阿梅还是能明白的。 但是人是感性的,阿梅也会想,要不是郭敏当年自私,哪里又会有这么多事? 想到这里,她的心里对郭敏又怨恨起来。 阿梅和唐丽娟到达深圳机场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 在去往停车场的路上,她从随身包包里掏出手机,按下了开机键。 屏幕上立即出现了一个大手牵小手的开机动画,那是诺基亚特有的开机画面。 阿梅在进入录音棚之前,就已经关了手机,她不想被别的事情影响了陆哥的感觉。 公司里有事的话,他们会找唐丽娟。 把手机打开后,阿梅才刚把她放回包包里,她就想了起来,是接连好个短信的铃声。 阿梅又把手机拿出来,打开一看,除了几个无关紧要的信息外,有一个是刘大勇发的。 你的车在机场停车场里,我把车钥匙交给保安室保管了,你去保安室拿就可以了。 记得把奥迪车的钥匙留下,我们回来的时候去保安室去。 这个刘大勇,办事还挺周全的。 阿梅自言自语道。 两人去了机场停车场的保安室,向保安说明了情况。 用奥迪车的钥匙交换了宝马车的钥匙,然后去停车场里找到了车。 由唐丽娟开着车往蛇口方向驶去。 汽车到了蛇口之后,阿梅说,丽娟,这几天你辛苦了,把车开到你的住处那儿去吧,然后我再开回去。 杨总,不行我还是打车回去算了,你也累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没事,开到你那儿去,就当我送你回去。 唐丽娟笑了笑,谢谢你,杨总。 阿梅也疲惫地笑了笑,丽娟,应该是我谢你才对,这段时间真是太辛苦你了。 自从我进入公司后,你是我最贴心的人,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亏待你了。 唐丽娟心里感动起来,杨总,说这干嘛呀,这是我的工作。 阿梅伸手去握了我唐丽娟的右手,眼睛里充满感激地看着她,嘴上却没有再说话。 汽车在唐丽娟住处的楼下停了下来,阿梅下车和唐丽娟告别后,坐进车里,启动汽车往海上花园驶去。 夜幕已经慢慢降临下来,滑灯出上,夜晚又开始了她的神秘。 阿梅开着车,心里感觉空落落的,她将要去向那个只有她一个人的家里。 想到自己就要独自一人待在那空荡荡的房子里,阿梅的心里更加难过。 当车经过蛇口码头的时候,阿梅把车停在了码头旁边的一块空地里, 从包包里掏出香烟点上,抬眼看向远处笼罩在夜幕下的大海,看那海浪自由地来了又去。 抽完了那支烟,阿梅打开车门下了车,慢慢向码头边走去,一个人沿着石栏杆慢慢走着。 海风吹来有些许亮意,耳边的头发轻轻飘起。 阿梅身上穿的是竖腰的风衣,在昏黄的路灯下,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走了一段之后,阿梅停了下来,转身面朝大海,任凭海风吹拂她的脸庞和头发,看着远处发呆。 阿梅想,此时的刘大勇,也应该和阿冰面朝着大海吧,只是三亚的大海比蛇口的大海要美丽得多,不会像蛇口的大海这么灰蒙蒙的。 不时还飘来一股腥臭味。她此时肯定在海边搂着阿冰,两人说着情话,情到深处时还接吻,玩笑激烈时还会在沙滩上追逐打闹。 阿梅正陷入愁绪之中,身后有个女人正向她走来,好像在边走边擦眼泪。 阿梅回头看去,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刚跟她分开的唐丽娟。 只见她慢慢向阿梅走来,身上还是那身衣服,肩上背着刚才的那个包包,手里正拿着一个纸巾团子,边走边哭泣。 待唐丽娟走到阿梅的跟前,阿梅关切地问道,怎么了?丽娟? 唐丽娟没有回答,而是抱着阿梅大哭起来。 阿梅轻轻抚摸她的后背,等她哭过一阵之后,又问道,怎么了?什么是这么伤心? 唐丽娟放开阿梅,扶了一下眼镜,抽气着说道,那个王八蛋跟别的女人上床了。 阿梅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惊异地看着泪眼婆娑的唐丽娟,问道,你看见了? 我没告诉她我今晚要回来,本想给她一个惊喜。 可当我掏出钥匙开门进屋,听到卧室里的声音不对,走到卧室门口推门一看,两个人正在被窝里干那种事。 唐丽娟边说边抽气着。 阿梅同情地看着唐丽娟,心里顿时来了气,走,咱们回去找她们。 唐丽娟摇摇头,没必要了,我再也不会走进那间房子里去了。 你当时怎么处理的? 我当时很想把她们两个拽下床来,狠狠地揍她们一顿,可我打不过啊,只好把门一关,就跑出来了。 阿梅深吸一口气,就这么算了吗?那还能怎样? 阿梅沉默下来,仔细一想,还真的不能怎样。 唐丽娟跟她男朋友没有结婚,没有结婚就不存在出轨,那么闹也是白闹。 冷静之后,阿梅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我不知道你在这儿,也没打算来找你的。 我心里难受,就打了个车来这儿想散散心,下车后就看见了你的车,所以就找过来了。 丽娟,没关系,不就是男人吗? 你长得这么漂亮,又这么能干,还怕没有男人吗? 以后找一个比她好的,她这么做,是她的损失。 阿梅说着,又抱了抱唐丽娟,任由她在自己的怀里又哭了一会儿。 这时,一个男人从远处向他们跑来,阿梅看出她是唐丽娟的男朋友,何俊宏。 她来了。 阿梅拍拍唐丽娟的后背。 唐丽娟从阿梅的怀抱里出来,转过身看去,何俊宏已经跑到了他们的面前了。 唐丽娟没有理她,站到了阿梅的身后。 阿梅毫不犹豫地抬起手,狠狠地给了何俊宏一个响亮的耳光。 何俊宏捂着脸,先是震怒地看着阿梅,随后走到唐丽娟的身边,哀求道,丽娟,对不起,我跟她不是那回事。 都睡到一个被窝里去了,还不是那回事。 难道你们在被窝里做游戏吗? 唐丽娟怒道。 我跟她,何俊宏看了一眼阿梅,又回头对唐丽娟说道,她是个鸡,我打电话叫来的。 阿梅感到一阵恶心,转身走到一边去了。 何俊宏像个犯了大错的孩子,在唐丽娟面前苦苦哀求,唐丽娟不停地啜气着,也没有不给她解释的机会。 慢慢地,阿梅看到唐丽娟停止了哭泣,而何俊宏的脸色似乎好看了许多,时不时地还露出一两下厚颜无耻的笑容。 阿梅明白,何俊宏应该是把唐丽娟给哄得差不多了。 没想到唐丽娟会这么好说话,在阿梅看来,这种偷吃的男人是不值得原谅的。 因为偷星的人,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过了一会儿,唐丽娟走到阿梅跟前,阿梅问道,你原谅她了? 没有,先冷落她几天再说。 可,你这跟已经原谅她有什么区别? 这时,何俊宏走过来了,没有理睬阿梅,还是用哀求的目光看着唐丽娟,丽娟,跟我回去吧。 外面挺冷的,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你打死我都行。 唐丽娟沉默了一下,冷冷地说道,你先回去吧,我想想再说。 何俊宏不肯走,站在一边哭丧着个脸。 阿梅很不客气地对她说道,丽娟叫你回去,你没听到吗? 何俊宏盯着阿梅说,杨总,你也真是的,别拿人当驴使唤。 丽娟几乎二十四小时地待在你身边,你心疼过她吗? 她也有她的生活,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样,眼里只有事业。 唐丽娟听到这话,丽娟说道,何俊宏,你胡说些什么呀? 杨总对我那么好,我为她多付出点怎么了? 我心甘情愿地,不关你的事,怎么不关我的事? 你是我女朋友,你想想,我们最近在一起的时间有多少? 你整天都为了工作,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阿梅被何俊宏说得呆住了,站在一边无话可说。 唐丽娟说,何俊宏,这就是你的态度吗? 犯了错误,还这么理直气壮。 何俊宏只好又软下来,丽娟,你别生气, 我只是替你说句公道话而已。 唐丽娟大声说道,滚,你先回去,我今晚要跟杨总在一起。 何俊宏善善地说道,丽娟,那我先回去了,明天下午我来你们公司接你。 看着何俊宏离去的背影,阿梅说道,丽娟,对不起, 我确实占用了你很多时间,搞得你们情侣之间都成这样了。 杨总,你别听她的,两个人天天黏在一起的时候,也不见得她对我有多好。 她那个人就是个下半身动物,脑子里只有那点事,一天没女人就嗷嗷叫。 阿梅被唐丽娟逗笑了,问道,丽娟,你真是个好女人,我要是男人,我一定娶你。 唐丽娟也笑了,杨总,你要是个男人,你也不见得会好好对我。 为什么呢? 因为男人都是贱皮子,没得到的时候想方设法地追求,得到了之后又不好好珍惜,总是吃着碗里的,又看着锅里的。 阿梅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觉得自己这个有过一段婚姻的人,对男人的了解还不如唐丽娟这个未婚女人。 两人在码头边慢慢走着,阿梅问道,丽娟,你说男人真是这样的吗? 难道天底下就没有那种一辈子只对一个女人感兴趣的的男人吗? 唐丽娟点头道,有,但那是在传说中。 就算真有那么一两个,也轮不到你我的头上来,因为这个世界的女人太多了,我们抢不过人家。 阿梅哈哈笑起来,丽娟,你这个人看问题总是那么独到。 我问你,你觉得刘大勇是那样的男人吗?你是说刘总吗? 唐丽娟问,对,你觉得他是哪一种男人呢? 阿梅认真地问唐丽娟。 唐丽娟坏笑着说道,你让他跟我睡一段时间我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了。 阿梅听到这话,紧张地伸手要去撕唐丽娟的嘴,唐丽娟见状,立即笑着跑开了。 阿梅追了上去,还是不想放过唐丽娟,唐丽娟又笑着往前跑。 两个人打闹了一番后,阿梅还在追问,你说吗,他到底属于什么样的男人? 阿梅,我已经变相地把答案告诉你了。 阿梅想了一下,还是不明白。 唐丽娟说,你不是跟他睡过吗? 阿梅的脸有些发热,对,没错。 结果呢? 他又跑去找徐总了,是吧? 唐丽娟盯着阿梅,担心这话会让阿梅难过起来。 阿梅的脸色确实黯淡了不少,你是说他也是个喜新厌旧的男人。 唐丽娟点点头,人性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程度。 人都喜欢钱,有人得到了一千万还不满足,有人得到十万块就知足了。 拿男人来说,都好色,但是有些男人娶十个老婆还不满足,有些呢,有两个老婆就满足了。 没有娶一个老婆就满足的吗? 有啊,传说中有,回到我刚才说的,即便是有那么一两个,也轮不到你我的头上来。 阿梅又疑惑了,天底下那么多男人都只有一个老婆,我看他们也挺知足的呀。 你看,你能看到他心里去。 很多男人都是有色心眉色胆,还自以为是的说,我们都是好男人。 都说自己骗自己很难,其实有时候也挺容易的。 阿梅牧师前方,若有所悟地说道,听你这么说,我心里就通透了,男女之间的那些事情,不要太较真了。 对吧? 唐丽娟重重地点头,对鸟,对鸟,说白了,不就那点事儿吗? 怪不得你会原谅你男朋友,原来你把这些事都看透了。 唐丽娟摇摇摇头,也不完全是这样,今天跟她在一起的那个女人要不是做职业的,我也不会原谅她。 不是说男人不是好东西,我们就得由他们为所欲为,如果是精神上的背叛,我是不能接受的。 还有,人不能任性,如果人人都任性,那不天下大乱了。 最值得尊敬的,是那些爱财不贪财,好色不乱来的人,那些了不起的伟人们,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有很强的自制力,而且不虚伪。 只可惜,我们遇不到那样的人,所以,扎就扎点吧,只要不是特别过分就行。 阿梅说,听你说了这么多,我算是明白了。 我当初就不应该跟刘大勇在一起,他得到了我,就不稀罕我了。 如果你不打算跟他结婚生子,最好别跟他有那回事,男人就是这样,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那样他的心里会永远惦记着你。 两人聊了一会儿之后,都感觉到饿了,于是离开了蛇口码头,开车去了附近的一家餐馆里, 要了一些吃的,继续边吃边聊着。 这时,唐丽娟的手机响了,电话是何俊宏打来的,又在电话里求他回去。 唐丽娟对他说,因为他犯了错误,所以他要离开他一个月,而且希望他把床上的被套床单那些东西全扔了,要不然,他是不会回去的。 挂了电话,唐丽娟说,人活着,很多时候是矛盾的。 你别看我这么想得开,其实我心里挺难受的。 说着,眼泪似乎又要流下来。 丽娟,何必那么纠结,不行就换人吧。 换谁都一样,说不定越换越糟糕。 两人正聊着,阿梅的手机响了,她拿出来一看,是阿华打来的。 阿梅,你还没从上海回来吗? 回来了,怎么了? 那干嘛还不回家呢? 哦,我和丽娟在外面吃点东西。 你还住在我那儿吗? 没有。 你又没给我钥匙,我一出来就进不去了。 哦,这个我当时没想到。 你现在在哪儿呢? 在你家门口呢? 那你吃饭了吗? 要不要过来跟我们医? 不用了,我等你们吧。 那好,你等会儿吧,我们快要回来了。 挂了电话,阿梅说道, 这个阿华,其实我是想跟他走近点的,只是他这个人处事总是不得体,经常傻里傻气的。 哎,我看得出来,很多时候你是想对他再好点的,但又担心他给你带来麻烦,是吧? 对。 他这个人脑子里总是那些事快的思想,我要是对他好,他就会拿我跟他的这种关系来欺压别的同事。 不对他好点吧,他毕竟是我表姐,他父母对我又有恩。 唐丽娟笑道,他很想做我这个职位。 我最近不是成为千代唱片的人了吗? 他总盼着我早点离开梅兹,他来顶替我这个职位。 再怎么样,也论不到他。 丽娟,你还得在梅兹继续待着,专辑的是被暂停下来了。 我们最近就好好把精力用在梅兹公司这边,等专辑发行了,再找人顶替你的职位。 没事的,再怎么说,我都是两边拿薪水的人。 只是你不要太辛苦了,要保重身体。 没事,趁着年轻,好好奋斗几年。 我有时候真的害怕又回到以前的那种日子,那种日子真的是苦不堪言。 唐丽娟笑了笑,不会了,杨总。 阿梅打断他,都说了,私底下不要叫我杨总了。 我要随时提醒自己,我是阿梅,我是个过儿,而且是死过一回的人,我要珍惜我现在的一切。 阿梅,你别老想着过去,如今的你,不管怎样,也不会回到从前了。 以你现在的本事,再怎么样都比一般人过得好。 有些人认为我是靠着阿兵做起来的。 我不否认这个事实,但是我也要证明给他们看,我阿梅是有本事有能力的人, 不是光靠别人过活的人。 唐丽娟用鼓励的眼神看着阿梅,那时候,许总把你带到公司来, 说你要接替他来管理顺发公司,我就看出你不是一般人了,果然我的眼光没有错。 阿梅笑着说,那时候你就看出来了。 丽娟,你不会是在拍马屁吧? 唐丽娟皱起了眉头,我说的是实话。 你说说,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的眼神跟许总不一样。 总有一种射人心魄的力量,而许总的没有。 也就是说,我是个狠人喽。 我现在还有那种眼神吗? 阿梅故意睁大眼睛对着唐丽娟。 唐丽娟被她弄得有点不好意思,现在好多了,比原来和善了很多。 两人吃完饭后,开着车回到海上花园。 走出电梯后,他们看见站在家门口的, 不只是阿华,还有郭敏一家三口。 看到郭敏一家三口和阿华站在家门口,阿梅和唐丽娟都吃了一惊。 阿梅,你回来了? 阿华笑着问道,一副大姐关心小妹的样子。 阿梅没怎么理睬她,把目光投向郭敏一家三口,脸色沉了下来。 梅梅,你总算回来了。 郭母上前一步,要来拉阿梅的手。 阿梅没有把手给她,问道,你们怎么来了? 梅梅,看你说的,我们是你的亲人,来看看你是应该的吗? 郭母知道阿梅也不是个善茶,所以极力让自己看起来和善可亲。 不愧是艺术世家,表现出来的那种亲和力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加上老太太也是爱孙女心切,那副亲热竟让阿梅一时难以拒绝。 阿梅嘴角微微动了一下,敷衍式地笑了一下。 阿华趁机走过来说道,阿梅,我们等你好久了。 你怎么会跟他们在一起? 郭父也上前一步,我们昨天就来了,当时就阿华一个人在家,可他没有钥匙, 我们就带着他去了小敏的房子里。 阿梅看了一眼郭父,又看看郭母,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二老。 这两位老人给他的感觉比郭敏要好很多。 郭敏站在旁边,因为上次被阿梅赶出家门,现在他又出现在这儿,所以有点不好意思。 阿梅从包包里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带着唐丽娟先走了进去,什么都没说。 阿华见状,带着郭敏一家三口也进了屋。 坐吧,外公外婆,郭姨。 阿华以主人自居,招呼郭敏他们坐下。 阿梅和唐丽娟听到阿华叫两位老人外公外婆,就知道阿华跟他们一家攀上关系了。 郭敏一家三口坐下后,阿华走进厨房里给他们每人泡了一杯茶。 阿梅和唐丽娟走进房间里去换衣服。 唐丽娟因为经常住在这儿,所以她有自己独立的房间,也就是阿兵以前住的那间卧室。 阿梅换好衣服后并没有来到客厅,而是直接进入卫生间洗澡去了。 唐丽娟一人走到客厅里坐下,对郭敏一家三口笑了笑,算是对他们打了招呼。 唐丽娟和阿梅关系亲近,郭敏自然是认识她的,问道,丽娟,你们什么时候到的蛇口? 下午六点多,郭怡。 唐丽娟原本是跟着阿梅和阿兵称呼郭敏为郭姐的,刚才听到阿华叫郭敏郭怡,她也就跟着叫了,毕竟现在郭敏和阿梅的关系公开了,得按备份来。 这小姑娘是谁啊? 郭敏问道,郭敏说,我来介绍一下吧,这两位是我的爸爸妈妈,这位是阿梅的得力助手,唐丽娟。 双方都客气地点头示好。 郭敏夸赞道,唐小姐一看就是精明能干的人,多亏你协助我们美美了。 奶奶客气了,这是我的工作,分内的事情。 阿华本来就有点嫉妒唐丽娟,听到郭母夸赞她,心里有点不痛快,但也没办法,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 不一会儿,阿梅从卫生间里出来了,用一张毛巾擦拭着湿漉漉的头发,看都没往这边看,直接就进入了自己的房间。 客厅里沉闷下来。 阿华起身去了阿梅的房间,不一会儿就带着阿梅来到了客厅里。 唐丽娟借此机会,走进卫生间里洗澡去了。 阿梅坐下后,阿华又去了厨房,给阿梅泡了一杯茶端过来,端正地放在阿梅面前,随即说道,阿梅,我就不介绍了,那天在阿冰的婚礼上你也看到了。 外公外婆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好不容易来家里一趟。 华姐,你怎么乱叫呢?叫爷爷奶奶不好吗? 阿梅责怪道。 郭父和郭母一下子尴尬起来,阿华赶紧说道,他们是你的外公外婆,我是你表姐。 我自然要跟着你叫外公外婆的吗?叫爷爷奶奶就太见外了。 我都还没叫,你叫什么呀? 阿梅的声音大了起来。 人家大勇他们都这么叫的呀,大勇昨天送他们来的,我也是跟着大勇叫的。 阿梅做出一副懒得李阿华的样子,端起面前的茶米了一口。 郭父说道,妹妹,过去的事就让她过去吧,你妈当年也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她是你亲妈,我们是你亲外公外婆,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阿梅笑一下,对郭父客气地说,爷爷,这确实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好。 谢谢你们二老来看我,但是我先声明一下,要我像别的孩子那样对你们,我是做不到的,希望你们不要为难我。 听了这话,郭父的脸白一阵绿一阵的。 郭母说道,妹妹,你还年轻,不说等你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你要是到了你妈这个年纪,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就会改变的。 阿梅也笑着对郭母说道,奶奶,等我到她那个年纪再说吧。 阿华说道,阿梅,等你到了郭姨那个年纪,外公外婆已经不在了,他们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听你教他们一声外公外婆。 阿华的这话虽然说得有点不太好听,但却是大实话,两位老人都点了点头。 阿梅看得出来,阿华就是在八戒郭米一家,这让她心里有些反感。 两位老人嫁,要当外公外婆还不容易吗?阿华不是一直这样叫你们吗?你们可以认她做肝外孙女,她保证叫你们叫得甜。 阿梅笑道,阿华背对了一下,心里很不舒服,但又不能表现出来,只好沉闷着。 郭母说,虽然我们也很喜欢阿华,但毕竟不一样,血缘关系这个东西是很神奇的。 一直没说话的郭敏说道,阿梅,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可以不认我,但你认你的外公外婆好吗? 就像阿兵那样,她是承认外公外婆的。 郭敏一说这话,阿梅又来气了,我发现我跟你就是天生的冤家,因为你,我的专辑被停下来了你知道吗? 怎么回事? 郭敏问,因为你在阿兵的婚礼上公开承认我们是你的女儿,所以现在唱片公司暂停发行我的专辑,他们认为这样做会有风险。 郭敏想了一下,立即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不过她还是据理力争,阿梅,这事也不能全怪我,是你让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认你们是我女儿的,你忘了吗? 阿梅正要说什么,她放在房间里的手机响了起来,她起身去房间里拿起来一看,是阿华的弟弟打来的。 阿梅知道,给她打电话的手机虽然是阿华弟弟的,但是真正打电话的人常常是阿华的父母,因为阿华的父母没有手机,每次打电话给阿华或者阿梅,用的都是阿华弟弟的手机。 阿梅老早就叫姑妈和姑父在家里装一部座机电话,可他们一直舍不得,因为座机每个月要交固定的座机费。 阿梅接听了电话,手机里果然传来了姑妈的声音。 喂,阿梅,你回家了吗? 姑妈,我回家了,正在家里呢。 你为什么这么问呢? 阿华说的呀,说你从上海回到深圳后,还没有回家,还说你找到你亲妈了是吧? 阿华母亲的语气挺兴奋的,显然是在为阿梅找到亲生母亲而高兴。 这个,是的,姑妈。 找到了就好啊,人世间最可贵的是亲情,我们真为你感到高兴。 但是,我听阿华说你不想认你妈妈,还有外公外婆,是不是? 阿梅立即明白了,原来阿华打电话给他妈妈,是要他妈妈来做说课来了。 姑妈,你们不了解情况。 她当年还没结婚,就生下我们姐妹俩了,这当然不能全怪她,可她后来把我们遗弃了,特别是阿斌,直接就送给别人了。 那你呢? 她说,我是被她在赣州的一家医院里弄丢了的,可我怎么想都觉得,她是故意把我扔了。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想嫁人是不是? 她当年是知青,为了回城争取工作,所以就把我们给扔了,这种母亲我能认吗? 阿华的母亲在电话里沉吟了一下,是这样啊,阿华可没跟我们说这些,她就说你妈很有钱,还是大明星来的。 阿华倒是跟他们一家相处得挺好的,所以,她就叫你们劝我认了我这个亲妈,是不是? 是的,可阿华没说你妈把你们扔了的事。 既然是这样,那是得好好考虑一下,她这么做母亲确实是自私了点。 就算要认,也不要那么轻易就认了,要让她真正认识到自己当初犯了错误才行。 哎,这个阿华,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 阿眉也遇到,反正我觉得阿华跟他们关系挺好的。 阿眉,既然是这样,那你就自己做主吧。 认肯定是要认的,但要看她和她家人的态度,不要因为自己老了,无依无靠了,才来认认女。 这样的父母不配做父母。 当然了,主要还是要你和你妹妹来做决定。 那就这样吧,我挂了。 好的,姑妈,让你操心了。 操什么心呀,不就是聊几句天吗? 就这样吧,挂了。 挂了电话,阿眉长嘘了一口气,心想,这个阿华,为了讨好郭敏一家,居然还动用了自己的母亲来当说客。 阿眉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一脸的冷峻。 坐下之后,她对郭敏一家说道,两位老人嫁,郭老师,时间不早了,你们请回吧,这些事以后再说好吗? 两位老人急了,郭母说,妹妹,好歹我们是一家人,你不要这样好吗? 奶奶,我现在也挺烦的,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事,过段时间再说好吗? 郭父健壮,觉得不好再勉强,只好说道,那好吧,我们先回去。 不管怎么说,我们也算是见到妹妹了,至于她认不认我们的,以后再说吧,给她一点时间吧。 郭敏一家三口站起身来,很不情愿地向门口走去。 阿华见状,也跟着她们要走,却回头看向阿眉,阿眉面无表情,并没有要留她的意思。 于是,四个人就这么尴尬地离开了阿眉的家。 他们刚走,唐丽娟就从卫生间里出来了,见客厅里只有阿眉一个人,问道,都走了。 都走了。 唐丽娟边擦头发边说,你应该留阿华在这儿住的,这么晚了,她还要打车去宿舍。 你别操她的心,郭敏不会让她白跑的。 果然第二天早上,当阿眉和唐丽娟两人开着车去公司的时候, 刚下车就看见一辆红色的Polo车停在公司楼下, 阿华从车子的副驾位置下了车,而那开车的人正是郭敏。 阿华的身上,穿着一套阿玛丝的套装,阿眉和唐丽娟对服装品牌比较敏感。 知道那套衣服起码要花掉阿华两个月的工资,不是她这个阶层的人消费得起的。 就连唐丽娟这样的白领阶层,有时候也要咬咬牙才能买。 大家都碰上了,阿华也不得不主动跟阿眉他们打个招呼。 她这一打招呼,郭敏就看见了阿眉和唐丽娟,于是拉上手杀下了车,笑着冲阿眉说道, 阿眉,早啊。 说完了,又赶紧把卡在头顶的墨镜拿下来戴上,担心来往的人认出她来。 阿眉没有说话,唐丽娟为了避免郭敏的尴尬,主动跟她打招呼, 早啊,郭怡。 郭敏见阿眉不带见她,只好对唐丽娟笑了笑之后,坐进车里, 启动汽车缓缓离去。 因为同路,阿华就跟着阿眉和唐丽娟一起进入电梯,来到公司门口。 前台的小文件阿眉来了,赶紧起身说,杨总早, 她本想对阿眉汇报昨天郭敏来公司的事, 见阿华站在阿眉和唐丽娟的背后,只好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可最终,阿眉还是在人事部王经理那里知道了这件事, 当场就把阿华训了一顿,并警告她,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 不要怪她不顾及表姐妹情分。 一个星期后的傍晚,刘大勇和许冰冰从深圳机场的到达大厅里走了出来。 刘大勇的肩上背着一个双肩背包, 许冰冰只背着一个随身小昆包而已。 经过这几天的甜蜜旅游,两人的精神状态看起来还不错, 只是被三亚的日光晒黑了一些。 两人牵手向机场的停车场走去, 先是进入停车场的保安办公室, 从负责人那儿拿到了阿眉放在那里的奥迪车钥匙, 然后去停车场找到了他们的车。 两人开着车驶出停车场路口, 交了两百块钱的停车费。 许冰冰开始唠道了, 来的那天我都说了打车来算了, 你偏要开车来, 一个星期的停车费, 比打车费贵多了。 我也是想用这种方式把车还给阿眉嘛, 要不然又得跑一趟舍口, 耽误的时间和邮费算下来也差不多的。 许冰冰不再说话, 刘大勇歪着脑袋看向她, 我发现咱们结婚以后, 你对钱比较敏感了, 以前你不是这样的。 许冰冰撇嘴道,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就现在公司这种经营状况, 真叫人揪心。 我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这么为钱操过心。 听到许冰冰这么说, 刘大勇的心情也低落下来, 不过作为男人, 她不能在自己老婆面前太悲观, 于是边开车边说道, 放心吧, 不会饿肚子的, 大不了我去打工养活你。 你以为打工那么好打? 累死累活一个月一两千块钱, 还不够我买一件衣服呢? 刘大勇歇笑着说道, 你就不会穿差点的吗? 在西乡步行街, 很多衣服都才几十块钱, 我看那些女孩穿起来也挺漂亮的。 几十块钱的衣服行吗? 行, 怎么不行? 你忘了, 那次我们去西乡步行街找阿梅, 你还买了好几件呢? 对了, 那些衣服呢? 怎么没见你穿过呢? 许冰冰把头往后一靠, 还在蛇口呢? 改天去阿梅那儿的时候, 拿回来, 我还有一些衣服在她那儿呢? 你真打算把蛇口的房子送给阿梅了? 那还能是开玩笑的吗? 那现在最多只能算我的娘家。 如果阿梅在那套房子里结婚了, 那个地方就连娘家都算不上了。 刘大勇又是一笑,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舍不得那个地方, 是不是? 放心吧, 人家阿梅要是结婚, 也不会在你家那套房子里结的。 她要想买套房子是很容易的事。 许冰冰叹了一口气, 有时候我觉得, 我拿那么多好处给阿梅换你, 有点不值得。 怎么? 你后悔了? 有点。 许冰冰点点头, 可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夫妻俩一路说笑,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明兰花园。 进入家门后, 两人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旅游虽然令人心情愉悦, 但也是个很辛苦的体力活。 许冰冰说, 我是动不了了, 晚饭的事你去准备吧。 刘大勇毕竟算是习武之人, 体力自然要比许冰冰好很多, 他坐起身来, 走进厨房里, 打开冰箱, 倒过一阵之后, 一段简单的晚餐就做好了。 吃过饭后, 两人感觉体力恢复了很多, 各自洗了澡之后, 又依偎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电视。 刘大勇想起郭敏的哥哥, 录制给他们的婚礼祝福, 从茶几的抽屉里, 把那个小小的U盘给拿了出来, 又去房间里端来了笔记本电脑, 把U盘插入电脑, 播放了这段。 上, 相声大师郭锦浩锦浩穿着长衫, 手拿折扇, 面带笑容地说了一段, 对许冰冰和刘大勇的婚礼的祝福语。 不愧是相声大师, 连说几句祝福语都带有幽默感, 而且自证枪圆, 语调一扬顿挫, 吭枪有力。 刘大勇看得笑了起来, 而许冰冰斜着身子, 只用眼睛时不时地瞟一眼, 大多数注意力还是放在了电视上。 刘大勇见许冰冰没有兴趣, 也就不再和他聊谈这事了, 两人看了一会电视后, 便进入卧室, 上床戏耍了一番后便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 夫妻俩一起来到东创公司。 这是他们举行婚礼后第一次来到公司里, 这几天, 公司里的一切事务都由阿云负责。 在电话里, 阿云总是说这几天公司里一切正常, 可刘大勇和许冰冰感觉得到, 阿云不过是在安慰他们而已, 不想让他们在外面玩得不开心。 果然, 当夫妻俩一起进入公司里, 就能嗅到一股萧条的味道。 虽然此前相当一段时间里, 公司的状态就是这样, 但是没有这么严重。 刘大勇去了一趟车间里, 该上班的工人们都已经到位了, 但是就那么一小部分人在岗位上。 刘大勇问起别的工人在干些什么, 生产部经理说, 前几天还有些收尾的活给他们干, 收完尾就没事可做了, 好多工人都在宿舍里睡大觉, 玩扑克呢。 刘大勇很清楚, 如果长时间没活给工人们干, 那么就只能辞退他们, 因为公司不可能长时间地养着他们, 那样给公司带来的经济负担将会很沉重。 从车间里出来后, 刘大勇又去了别的部门, 从销售部到财务部, 从采购部到仓储部, 从工程部到总务部, 甚至食堂和宿舍, 他都去转了一圈, 大家都懒懒散散, 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刘大勇明白, 这不是士气的问题, 一个生产型的公司没有了订单, 没有活干, 再怎么鼓舞人心都没有用。 大家都不是傻子, 没活干的时候, 总想着这家公司是不是就要垮台了, 老板会不会跑路? 工资能不能按时发? 如果被裁员了, 将何去何从? 整个公司看了一圈后, 刘大勇又去了销售部, 所谓销售部, 其实就是公司的业务部了, 因为要打造东创这个品牌, 所以当初刘青建议把业务部改为销售部, 让人感觉公司是有自主品牌的, 不是什么单都接的那种加工厂。 刘青的这个思路, 当然是对的, 东创影碟机曾经在业内小有名气, 这个功劳虽然不是他刘青一个人的, 但是他也算功不可没。 只可惜随着行业的衰败, 加上后来刘青和陈兰对公司的釜底抽薪, 使得东创公司失去了半条命, 可以算是成也刘青, 败也刘青。 刘大勇知道, 今天的销售部经理, 也并不是能力很差的那种人, 只是此一时比一时, 今天的影碟机行业, 已经差不多走到了尽头, 活在煎熬当中的, 不只是东创公司。 和销售部的人聊过一会儿之后, 刘大勇打算把公司的管理层人员 全部聚集在一起开个会, 大家一起商讨一下下一步的发展计划。 但是在开大会之前, 刘大勇想先开一个小会, 找几个知心的, 能真心为公司的发展着想的人 来先商量一下对策, 免得在大会上被一些不良用心的人 搞乱了阵脚。 于是, 刘大勇把公司的销售部经理, 股东阿云, 副总经理许冰冰, 这几个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 关上门商讨一下东创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计划。 四个人坐在沙发上, 面前都泡上一杯茶, 像平时在外面喝茶聊天一样, 畅所欲言, 为公司的发展出谋划策, 寻找出路。 办公室里烟雾缭绕, 因为是冬季, 热茶的水雾也夹杂的烟雾中, 就像大家的酬绪, 总是消散不开。 说了半天, 能够达成共识的就只有裁员。 这当然是很多公司在遇到难关的时候的一种缩减成本的方式, 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是裁员之后又怎么办? 大家重点讨论这个问题, 大胆地开发新产品, 进入新领域。 还是固步自封, 继续拉订单做利润低廉的影碟机。 大家正讨论着, 刘大勇桌上的座机响了, 一听就知道是个内线电话。 刘大勇起身去接了电话, 是门卫视打来的。 刘总, 有位叫周润华的先生找您。 周润华, 他是做什么的? 他说, 他是上海志华集团的董事长。 志华集团? 刘大勇把目光头向沙发上的三位同僚, 大家都瞪大了眼睛。 你让他等一下, 我马上下来。 刘大勇对门卫视的保安员说道。 挂了电话, 刘大勇对大家说道, 志华集团的董事长周润华来找我, 咱们不会是要遇贵人了吧? 销售部经理说道, 这个不好说, 人家志华集团是中国大企业, 不太可能跟我们合作。 就算是要合作, 也不可能是人家主动上门来找咱们, 更不可能是周润华亲自来找咱们。 那是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 在国际上都是小有名气的。 阿云说, 那不一定, 或许他们看上了我们东创公司的某台产品, 这台产品刚好符合他们现在的某项业务的需求, 要是这样, 我们就可以大赚一笔了, 裁员的事也就不用进行了。 许冰冰说, 我觉得不要太乐观了, 往往货不单行, 说不定是咱们产品的什么设计, 侵犯了人家的专利权, 这些大财主, 在这方面是很较真的。 刘大勇说, 不可能, 要是那样, 来找我们的就是律师了, 哪有大老板亲自上门讨说法的。 许冰冰说, 那你去看看吧, 毕竟人家是大人物, 肯定要迎接一下才行的。 那是, 刘大勇搓了一下双手, 整理了一下衣着, 又转身对着身后文件柜的玻璃, 用手梳理了一下头发, 对大家说, 我这个形象还可以吧。 三人一致点头, 帅。 刘大勇抖擞了一下精神, 大步走出办公室, 急急下了楼, 迎着冬日的冷风向公司大门口走去。 只见公司大门口, 凭着一辆豪华的宾利, 黑的增量, 那车估计得五百万左右。 到底是什么型号, 刘大勇并不清楚, 因为他不喜欢研究这些东西。 车上的人并没有下来, 应该是下来过又进车里躲冷风去了。 保安员小赵正围着那辆车转悠, 显然是很少见到这样的豪车, 要好好欣赏一下, 嘴里不停地嘖嘖称赞。 刘大勇好歹是公司老板, 不可能像小赵那样只顾盯着人家的车看。 当他走到宾利车的面前时, 车上下来了两个男人。 刘大勇认识其中一个是传说中的商业大佬周润华。 只见周润华五十岁左右, 穿着黑色风衣, 梳着背头, 个子高大, 气宇轩昂, 长得有点像影视界的发哥, 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 周润华对同他一起的那人说了一句 你在车里等我, 然后上前一步, 微笑着对刘大勇说道, 请问你就是刘大勇先生吗? 保安员小赵这时, 才从宾利车的后面跑过来, 对周润华说道, 周老板, 这就是我们公司的老板刘大勇, 刘总。 你好。 周润华上下打量了一下刘大勇, 伸出手, 要跟他握手。 刘大勇自然是不敢怠慢的, 赶紧伸手和对方握了手。 你好, 周总, 不, 应该叫你周董。 都一样, 都一样。 周润华露出了发哥式的笑容, 洁白的牙齿在冷风里闪着荧光。 周润华的大名在商界无人不知, 刘大勇自然也是早有耳闻。 关于他的讯息, 各种商业杂志和报刊经常报道, 他父亲是上海的一位公务员, 母亲是个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 并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 当年, 他从上海的一家事业单位辞职下海经商, 几乎是白手起家, 把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工厂, 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 就做成了一家万人企业。 后来又在国内的几大城市成立了分公司, 进入多元化发展。 如今的志华集团, 业务遍布全国各地和海外的很多国家。 据报上说, 其去年的营业收入是两百多个亿。 周董, 请进吧。 刘大勇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让周润华进入公司大门, 随后自己走在他的身边, 一起向公司的大楼走去。 周润华边走边看, 显然他已经很少走进这样的公司了, 虽然东创公司的形象不是很差, 各个地方看起来都是干净整洁的, 但是对于周润华这样, 经常出入大型企业的成功人士来说, 这种公司在他的眼里真的像个小作坊。 不过周润华的脸上没有显示出厌恶之色, 相反还不时地点头。 刘大勇明白, 周润华这是在怀旧, 这样的环境, 他以前也曾经待过, 长时间不进入这样的环境, 反而感到亲切了。 大勇, 公司做得怎么样? 周润华亲切地问道, 那感觉不像是来谈论商业上的事, 像是来看老朋友似的。 还行, 还行。 刘大勇知无道。 生意场上的人, 在不知对方意图的情况下, 基本上都是这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周董, 请问您是? 刘大勇边走边问。 原本应该是到了办公室才该问的问题, 刘大勇提前问了, 因为他感觉周润华不是来谈生意的。 大勇, 许冰冰在吗? 许冰冰, 周董, 你找许冰冰? 对, 我找许冰冰。 哦, 他在。 刘大勇, 刘大勇点点头, 但是心里不明白周润华找许冰冰干嘛。 难道他要找阿兵拍广告吗? 可是阿兵只是个三线明星, 而且这几个月的沉沦, 他现在连十八线明星都算不上。 这么大的志华集团, 怎么可能会找他拍广告? 就算要找, 也不至于周润华亲自上门拜访吧。 出于礼貌, 刘大勇也不好急于问那么多, 只好带着周润华上了公司四楼, 进入自己的办公室。 办公室的沙发上, 许冰冰他们还继续坐着, 还在猜测这个周大佬来东创干什么。 周润华走进办公室后, 还没等刘大勇介绍, 就认出了许冰冰, 并向他喊道, 冰冰。 许冰冰一脸茫然, 他只在杂志和电视上见过周润华, 而对方却认识他, 难道周润华是他的戏迷? 这个, 周老板, 您认识我。 许冰冰站起身来, 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 惊异地问道。 周润华歪头轻声对刘大勇说, 大勇, 能让其他人回避一下吗? 当然可以。 刘大勇说道, 阿云, 李经理, 你们先回去吧, 等会儿再说。 阿云和销售部经理走出了办公室, 周润华把公文包放在沙发上, 先打量了一下许冰冰, 然后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 用手指指沙发, 冰冰, 你坐吧。 许冰冰仍然一脸茫然, 微笑着坐回原地, 两眼疑惑地看着周润华。 周润华也看着许冰冰, 露出了一脸的微笑, 真漂亮。 他的这一声赞美, 显得有点貌似, 让刘大勇和许冰冰立即有些反感。 没想到, 周润华接着对许冰冰说道, 冰冰, 我是你爸爸。 你是我爸爸。 许冰冰瞪大了眼睛看着周润华, 然后又把目光头像站在一边的刘大勇。 刘大勇也是一脸的惊诧, 仔细打量着周润华。 对, 我是你爸爸, 我是你亲爸爸。 周润华仍然保持着微笑, 满眼的慈爱。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你又凭什么说你, 是我亲爸爸? 许冰冰的脸色大变, 美眉紧簇。 我从报纸上看到的, 郭敏在你们的婚礼上当众说, 你是他女儿, 还有你妹妹也在旁边的。 周周懂, 那是阿兵的姐姐。 刘大勇更正道。 是吗? 报纸上说是他的妹妹, 看来是搞错了。 不过没关系, 只要你们是郭敏的女儿就行了, 也就是我的女儿。 周润华笑道。 许冰冰盯着周润华看了半天, 呼吸渐渐急促起来, 刘大勇知道他生气了, 想给他递眼色, 可他根本看不到刘大勇的表情。 你就是那个当年抛弃郭敏的男人。 许冰冰带着怒气质问周润华。 周润华低下头, 那时候确实是身不由己, 我也没办法。 滚! 你给我滚出去! 许冰冰搜地站起身来, 指着办公室的门对周润华吼道。 冰冰, 你听我说。 周润华也站起身来, 举起双手, 像个投降的士兵。 刘大勇走到许冰冰面前, 轻轻搂着他, 阿冰, 别这样, 有话好好说, 再怎么说, 他也是客人, 而且这是办公室。 对, 有话好好说, 好好说。 冰冰, 你别激动, 听我慢慢解释。 周润华可怜巴巴地说道, 许冰冰气得直喘气, 没什么好解释的, 你走, 再不走我叫保安了。 周润华见许冰冰如此激动, 只好拿起沙发上的公文包, 向门口走去, 边走还边回头看。 刘大勇见状, 赶紧跟着周润华走出门去, 陪他慢慢下了楼。 下楼之后, 周润华还回头看向四楼, 好像还有点不甘心, 嘴里嘟囔着, 这个丫头, 脾气跟他妈当年有点像。 刘大勇看着周润华的那副狼狈像, 心里也有些反感, 作为一个七尺男, 把人家肚子搞大了就跑路, 这种人在任何人的眼里都是渣子。 他没想到, 堂堂志华集团的老总, 居然会是这样的人, 连这点责任心都没有, 他那些千亿资产到底是怎么来的。 周润华稍微缓过神来之后, 尴尬地对刘大勇笑了笑, 大勇, 让你见笑了。 刘大勇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问道, 你怎么找到, 我这儿来的? 打听吗? 我在商业上的朋友多, 人托人就打听到了。 刘大勇边走边看向他那停在公司门口的宾利轿车, 问道, 你们从上海开车过来的? 不是, 那是我们深圳分公司的车, 我昨晚上到的深圳。 刘大勇心里暗暗吃惊, 妈呀, 分公司的车都是宾利, 那这个伪君子在上海总部的坐驾肯定是劳斯来斯了, 阿斌这个亲爹可真够富有的。 两人走到了公司门口, 周润华说道, 大勇, 到我车上坐坐吧, 我想和你聊聊。 刘大勇淡然一笑, 周董有什么话要说的话, 还是跟我到门卫室说吧, 我坐不惯你那样的车。 周润华怎会听不懂刘大勇话里的弦外之音, 善笑道, 那好, 咱们就去门卫室说。 两人走进门卫室, 门卫室里除了一张值班桌子和一个椅子外, 还摆放着一条长形的木制沙发。 说是沙发, 其实一点海绵和布料都没有, 就是岭南一代人喜欢坐的木沙发, 硬邦邦的, 涂着青漆, 大多是黄色的, 夏天坐起来比较凉快。 保安员小赵见刘大勇带着大老板走进门卫室, 赶紧起身, 从墙壁上取下一只鸡毛胆子, 快速地胆了一下木制沙发, 两位老板, 请坐。 刘大勇说, 小赵, 你去走走吧, 不用管我们。 好, 那我去到处看看。 小赵说吧, 就拿着对讲机离开了。 刘大勇先在冰冷的木制沙发上坐下, 被往后靠。 周润华也跟着坐下了, 直着腰, 把公文包放在身边, 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优雅帅气。 有什么话, 周董就请说吧, 如果想让我劝阿斌认你这个爸爸的话, 那就不用说了。 别说你, 就连郭怡都还没有得到他的认可。 我以为他们娘俩之间都相认了, 看来不容易啊。 周润华感叹道, 没那么容易的, 二十多年了, 像你们这种, 这种不负责任的父母, 不会那么轻易就得到儿女的认可。 刘大勇邪逆着周润华, 语气显得很不屑。 没没呢, 就是报纸上说的杨梅, 他认他妈妈了吗? 刘大勇摇摇头, 随后问道, 周董, 你跟郭怡之间没有联系吗? 周润华叹了一口气, 没有, 这些年我去过好几次北京, 当然不是为了找孩子, 是想和他和好, 他一直不给我机会。 我问过他, 当初我们的孩子去那儿了, 他一会儿说打掉了, 一会儿又说送给别人了。 那天在报纸上, 看到他在深圳当众认女儿, 我很吃惊, 把那份报纸读了好几遍。 报纸上说, 两个孩子是那个什么明星星号星号星号的, 简直是胡扯嘛。 周润华顿了一下, 大勇, 我想知道, 这两个孩子为什么不认郭敏,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刘大勇正要说话, 他衣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掏出来一看, 是许冰冰打来的。 喂, 阿兵, 刘大勇, 你跑哪儿去了? 你要送他到西天, 去取经吗? 这么久还不回来。 我在门卫室呢, 马上就上来。 你在门卫室干什么? 坐会儿, 坐会儿就上来。 你想当门卫吗? 人家小赵都逛到我这儿来了。 你和那个伪君子在门卫视聊些什么 赶快打发他走 好好好 我马上就上来 挂了电话 刘大勇把手一弹 周董 你应该也听到了 阿兵叫我赶紧上去 周润华苦笑一下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不过我还是很高兴 我周润华一生无儿无女 看来老天还是很宽待我的 让我老了 还有两个女儿 周润华拍拍刘大勇那结实的肩膀 大勇 我看得出 你对冰冰很好 你们夫妻感情应该很好 好好帮我照顾他 好吗 周董 你放心 周润华打断刘大勇的话 不要叫我周董 太生分了 叫我周叔好吗 行 周叔 你放心 阿兵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女人 我们感情好着呢 周润华先为地点点头 那就好 那就好 我们交换一下联系方式吧 以后有什么事好联系 说吧 从身边的公文包里取出一张精致的名片递给刘大勇 刘大勇礼貌性地接过名片 并没有输出自己的电话号码 只见周润华从风衣口袋里掏出手机 问道 大勇 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刘大勇只好说出自己的手机号码 然后起身说道 周叔 你回去吧 我还有事呢 周润华也站起身来 伸出手和刘大勇握了握手 随后问道 大勇 你知道杨梅的公司在哪里吗 刘大勇问道 你要去找阿梅 对 她也是我女儿 阿梅的性格应该会温和一些吧 周润华笑道 周叔 你还是别去了 为什么呢 阿梅前段时间把过一大晚上的赶出家门 你要是去的话 估计会遍体鳞伤 没那么夸张吧 那你去试试 我不怕 就算他打断我的腿我也要去 刘大勇见他如此执着 正在想要不要把阿梅的地址告诉他 一阵高跟鞋快速踩着水泥地板的声音 已经到了门卫室门口 许冰冰大步走了进来 拉着刘大勇就走了出去 只留周润华在身后 喂 喂的喊 刘大勇跟着许冰冰爬到四楼 站在走廊上 看见周润华钻进了宾利车的后座 汽车立即驶离了东创公司的大门口 转眼就消失不见了 一进办公室 许冰冰就趁怒道 你跟他说些什么呢 那样的人值得你跟他聊吗 是他说要跟我聊聊 他本来是叫我跟他坐车上去的 我也心烦他 所以就叫他去门卫室里了 上门都是客 不好拒绝的 你不会是看他是个大财主 想在他那找点合作项目 或者叫他照顾我们的生意吧 刘大勇陪同许冰冰在沙发上坐下 怎么可能连者不受接来之时 别说是他就是别人 无缘无故的施舍我都不会接受的 许冰冰白了他一眼 还连者 我看你也不像 喂 怎么扯到我头上来了 刘大勇一脸无辜的说道 许冰冰长须一口气 道貌黯然 伪君子 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风云人物 原来是这么个尘世美一样的人 人长得有模有样 内心却下流无比 那句话怎么说的 今什么外 今与其外 败续其中 对 说的就是这样的人 越是长得帅的男人 越靠不住 许冰冰愤然道 你说的包括我吗 刘大勇指着自己的笔尖 问许冰冰 许冰冰看着刘大勇 慢慢点点头 对 你这样的 也不一定靠得住 我感觉你以后也会泛舟润华那样的错误 可 这是什么事的 刘大勇的脸上 看起来更加无辜 女人怎么回事 结了婚都不讲理了 我怎么不讲理了 我是凭估计 没说你一定会犯那样的错误 但愿你是世界上唯一长得帅又有良心的男人 那肯定是 我刘大勇要是坏 很多年前就坏了 你敢说你没坏过吗 坏过吗 许冰冰测过身 面对着刘大勇 你占了阿梅的便宜 这还不算坏 这也算 刘大勇正要辩解 办公室的门响了 她喊了一声请进 阿云和销售部经理走了进来 你们两位坐吧 许冰冰叫他们坐下 阿云一坐下就问 怎么样 周润华来我们公司干嘛 要合作吗 合作个屁 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陈世美 许冰冰破口骂道 阿云和李经理一脸惊恶 阿云跟许冰冰关系比较亲近 平时听许冰冰报过粗口 但是在公司里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阿冰这么说话 李经理更是没有听他讲过这样的话 刘大勇急忙说道 你们不知道 这个周老总是阿冰的亲爹 来任闺女来了 阿云和李经理都睁大了眼睛 嘴巴张得大大的 异口同声地对阿冰说 他是你爹 许冰冰不屑地说道 我才不会承认 阿云回头问刘大勇 怎么回事 是真的吗 应该是真的 他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乱认别人为女儿 我们结婚的时候 郭敏不是当众曝光了 他和阿冰姐妹俩的关系吗 这是被媒体报道后 周润华在报纸上看到了 所以就来找他的女儿了 这也太夸张了吧 周润华可是商业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阿云感叹道 刘大勇说 仔细想想也不奇怪 郭敏那样的人 一般的人入不了他的眼睛 虽然那个时候的周润华还是个普通人 但是他的身上肯定有某种魅力吸引着郭敏 什么魅力 不就是长得帅点吗 许冰冰又是不屑地说 李经理说 不只是这样能干大事的人身上肯定都有过人之处 阿云撇了一下嘴 确实能干大事的人都是抛妻弃子的 刘大勇明白阿云令有所指 笑道 阿云姐 你和阿店分开 可是你先提出来的 是我提出来的 但是他也没怎么反对 我是看出来了 这个世界 就我们这种整天讲道义讲良心的人 发不了财 能发财的人 脑子里就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东西 也不一定啊 我爸不就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吗 许冰冰说道 刘大勇说 你是说许叔叔是吧 什么许叔叔 他是你老丈人 你得叫他爸爸 许冰冰称怪道 对 他是我爸爸 可他的成功 跟很多大企业家比起来 还是有点微不足道 是吧 我爸靠的是勤奋和艰苦 他要是不讲良心 早就发大财了 说起许文发 许冰冰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好了 咱们不要扯远了 想想 怎么把我们东创公司经营起来吧 刘大勇说道 大家都沉默着 片刻之后 李经理说 我觉得吧 要是许总的亲爸爸能帮我们一点点 我们东创公司就能走出困境 许冰冰盯着李经理 不行 我宁愿饿死 也不会和伪君子同流合污 李经理说 许总 咱们既然是做生意 就不要在乎那么多是非对错 刚才不是说了吗 能发财的都是没心没肺的 虽然这话并不绝对 但是做生意的人 确实不应该太太儿女情长 许冰冰说 不 这不叫儿女情长 做人如果连底线都没有 还叫人吗 我坚持我爸的原则 靠艰苦奋斗和有情有益 这辈子就算发不了大财 起码饿不死 见许冰冰这么执着 李经理只好闭口不说话 她毕竟是个打工的 老板娘说 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阿云说 我觉得许总说得对 做人就是要心安理得 不能违背自己的底线和原则 咱们不一定要发大财 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事 剩下的交给老天 我始终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刘大勇也点头说道 对 做人还是踏实点好 不要总想着投机取巧 东创公司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今天早上开会是来不及了 下午吧 下午组织大家开会 商量一下怎么度过这个难关 东创公司在当天下午召开了管理层会议 决定以裁员的方式减轻公司运营成本 保持原来的生产和经营模式 希望被留下的人好好努力 和公司共度难关 争取让公司慢慢走出困境 会议决定 公司生产部裁掉三分之一的工人 其他部门裁掉四分之一的员工 平时工作不认真的 业绩不好的将被辞退 刘大勇特别强调 销售部的人要积极行动起来 提高工作效益 为公司拉到更多的订单 哪怕利润低一点也没有关系 只要有活干 能养工厂就行 开过会后 刘大勇心情沉重 东创公司的生产规模 是他和阿店 夫妻俩 以及刘青等人一起创立起来的 公司效益好的时候 大家福利待遇非常好 都说刘总是个大好人 赚了钱 也不会忘记大家的辛劳 如今公司效益不好了 大量辞退员工 刘大勇的心理 怎能不难受 虽然被裁掉的这批人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 工作不积极 业绩不理想 但是刘大勇始终不愿大家离开东创 毕竟一起走过了那么长的一段路 不忍用